收拾好 收拾好 總統蔡英文向兩岸的官吏嘉賓 點頭示意25分鐘國慶談話 為兩岸關係補考作答 兩岸應該共同珍惜 與維護1992年之後 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 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 答案似曾相識 絕口不提 久而共識 時間回到520就職演說 原來這段話5個月前 蔡總統就說過 92年之後20多年來 雙方的交流協商 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跟成果 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 國慶演講好像就職演說 複製貼上 一字不漏 蔡總統上台眼神不斷向下飄 原來講台下放了 42吋大一幕讀稿機 小英視線緊盯大一幕 看高照念 維持現狀是我對選民的承諾 在520就職演說中 我的每一句話都未曾改變 重申自己對選民承諾不變 蔡英文的兩岸關鍵字 幾乎重複跳針 承諾不會改變 我們的善意不會改變 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我們承諾不變 我們的善意也不變 不斷重複強調 形式部一沒有 而這段話也完全照抄 前總統馬英九 我要呼籲中國大陸當局 正是中華民國的存在的事實 必須呈現歷史的原貌 正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小英從上任後提到兩岸關鍵 內容千篇盈律 新政府團隊內似乎有個兩岸詞庫 拼拼湊湊減減 這次兩岸共識補考 蔡英文的答案 極不及格 冷凍的兩岸關鍵 已經給了分數 這張日葵主委三星小組 特別報導